好 那么今天也是一年一度的中元节 虽然有贪美台风来袭 但是呢 横春的抢孤决定是风雨无阻 今天晚上会照常举行呢 那么把握最后的一个练习时间 今天一大早门到现在 选手们还在努力练习 甚至还买来了三层楼高的电线杆 当成练习的工具 不过选手们也很担心 如果晚上比赛的当下下起雨来 哇 这个雨水碰上牛油会更滑 会增加他们爬孤棚的难度呢 听着队长指示 队员们一个个像迪罗汉一样 踩着队友的肩膀努力往上爬 虽然只是练习 但队员们相当认真 还特地买了三层楼高的电线杆 当成练习工具 由于这次横春抢孤 正好碰上台美台风角局 队员也说如果晚间下雨 雨水混合流油 会增加爬孤棚的难度 如果有落后 它会有困难度 会增加这样 水挡着油油 对 水挡着油油 对 所以会更滑 他是队长陈静兴 曾经参与抢孤12次 获得7次冠军 比赛经验丰富 对台风来势汹汹 他也有应对的方法 天气无法掌控 队员们只能把握时间加紧练习 希望能在这次的抢孤活动 击败其他对手 顺利夺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张春宏 远方 评论报道